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人们对环保 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关注度 也越来越高 在这个背景下 将废弃物转化为能源 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家具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锯末 爆花 下饺料等废料 通过木材粉碎机 木屑颗粒机的处理 可以便废为宝 制成生物质颗粒燃料 用来替代每等传统能源 实现清洁能源的替代 首先家具厂产生的锯末 爆花 下饺料等废料 需要先通过木材粉碎机 进行粉碎处理 接着将粉碎后的废料 送入木屑颗粒机进行加工处理 压缩成为规格统一 密度高 热值高的生物质颗粒状固体燃料 生产出的生物质颗粒燃料 广泛应用于食品厂 服装厂等行业的蒸汽锅炉 热风炉等系统中 以及老百姓的做饭取暖等领域 使用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优势 不言自明 首先 生物质颗粒燃料具有高效 环保 经济等优点 相比于传统的煤等化石能源 生物质颗粒燃料的燃烧 更加充分 排放的废气和废渣 也更少 更加符合现代环保要求 其次 使用生物质颗粒燃料 可以降低企业的能源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同时 生物质颗粒燃料 也可以作为一种新兴的能源 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和鼓励 从而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另外 生物质颗粒燃料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 从工业 农业 家庭等各个领域的能源 利用到环保 城市建设等国家战略中 都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在实际应用中 生物质颗粒燃料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锅炉 发电 裁暖等领域 对于家居生活 生物质颗粒燃料可以用来做饭 取暖等 也是一种非常环保的选择 总之 将家具厂废弃物 转化为生物质颗粒燃料 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废弃物 对环境的影响 还能产生清洁 可持续的能源 具有重要的经济 社会和环保意义 随着科技和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 相信生物质颗粒燃料的应用前景 一定会越来越广过